大家好,我是KKTrader 股市有风险,投资要谨慎 5月22号,2022年 好几天没有上这个做视频了 现在来和大家来回顾一下市场的一些讯息 未来一周预期 英伟达成本 华尔街跌势加深 但股市底部仍难以琢磨 确实是这回事 抄底还是卖出 股市投资者将面临怎样的局面 因为对通胀的担忧 加剧了消费者的担忧 是啊,现在大家都在问这样的问题 美联储不拉得 今年加息到3.5% 明年就可能降息 如果是那样的话 还挺好 美联储应提前采取一系列激进的加息措施 在今年年底将利率推高至3.5% 如果成功 将有效压低通胀 并可能在2023年或2024年降息 我觉得应该这样 否则的话 这个房价也好啊 买车的也好啊 大家都不敢 因为利率太高 大家没能力承担得了这些费用 这个如果是个这个 给人打一个预防筋 如果是那样的话也挺好 但是抄底还是卖出这个 对大家来讲 都是一种严峻的考验 因为已经破了底了 大家都在恐慌当中 抛售了就成了真正的底部 你卖到最低点 卖在最高点 说是不是 所以说 保存好自己的本金太重要了 我就给他甩出去了 结果现在还是跌的 但是有的时候呢 涨上去你又没捞走底 所以有的时候这股票呢 真的可能是买在了最高点 不是最高点次高点 卖在了次低点 然后就反过来了 这事儿谁都不是大三 未来 我看美国企业信用 利差 徘徊在危险区域 之间 特斯拉指出 苹果分析师表示 消费电子需求正在消失 而不是推迟 预计股价将进一步下跌 一位分析师警告说 新冠肺炎 新冠肺炎卷土重来的影响 将持续更长一段时间 什么意思 新冠肺炎卷土重来的影响 将持续更长一段时间 分析师表示一些证据表明 消费者信心受损 通胀恶化 这表明消费电子产品需求受到破坏 郭明慈 这个TFI Securities的分析师 原演他的最新调查 看来如果听话听音的话 看来股市还要跌 换句话说 需求正在消失 而不是推迟 展望下半年 展望下半年 这位分析师表示 目前没有迹象 表明负消费电子需求将有所改善 这将使品牌和供应链 在2012年第三季度 和第二季度的销售额和利润 低于预期 导致股价进一步下跌 下行风险 这位分析师表示 这与人们的预期相反 即上海重新开放后 产量的提高将满足 推迟的消费电子需求 这反过来 将有利于公司在2022年 第三季度下半年的销售和利润 苹果 你增加在印度及越南的产量 博通正在洽谈收购云公司 公告 精选小米售出超5500万股奖励股份 标普500指数的底部在哪里 大家都在关心这个 底部在哪里 请准备 如果我只能知道 你不知道 我知道 but I can't tell you 我 don't have the crystal ball at all Mine is just dark when I look into it I can't see anything I think we're getting close to it actually when you look at the trend it's still pointing downwards we still have further to pull I think we're going to end the year slightly higher than what we are today once we get past that and get some clarity from the Fed I think the markets will ease up you're going to need more than that 去停止这个几乎 我们认为在冬天 估计会到3,600 如果有人有底指 我只是电话 我希望知道 没有人知道 哪里是底部 标普的底部在哪里 门知道 门知道 现在大家都在猜 投资者仍然喜欢凯西伍德 但讨厌 今年最好的板块 英伟达 数据中心销售额 可能会超过游戏 这可能不是一件好事 随着在线销售降温 亚马逊计划转租 终止仓库租赁 线上的 在线上的销售 恐怕要降温 终止仓库租赁了吗 所以亚马逊的股市 跌也好 干嘛也好 还是应该有原因的 你的下一辆优步 可能是公交车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人们在智能手机上打开 冰车应用之前 会三思而后行了 因为还有公共汽车 是更便宜 而且是 怎么说 反正呢 对这个出租车 自己叫出租车 或者拼车 好像不是那么 非常的 受人欢迎 是那个意思吗 不断上升的 经济衰退风险 给拜登带来了 新的头痛 每加轮汽油6美元以下 是 它可能发生的方式 什么方式 美国汽油价格 处于创纪录高位 加油站 平均价格超过 每加轮是 4块5 所有50个州的汽油价格 首次超过4美元 大摩根大通 全球大宗商品 研究主管 纳塔沙 今年夏天油价 可能会攀升至 每桶六美 每升六美 它写的每桶 重磅经济数据 本周来袭 美股能否走出阴霾 冲上热搜 手术 到底能不能治好 近视眼 由投资者 以预判 明日相关 各股走势 拜登说 头斗 是每个人 都应该关注的问题 因为达将在通胀环境下放缓 招片 尽管股市跌势加深 但股市底部 仍难以琢磨 进入深度熊市的条件 已经成熟 一周前瞻 阿里拼多多英伟大财报来袭 美联储将公布 5月 货币政策 会议基要 地产暴雪 伊隆马斯克打造特斯拉 诉讼部门 为什么 他想要血腥 马斯克卷入了 几起诉讼 从监管纠纷到股东增值 再到一对好莱坞夫妇 离婚的后果 在所有这些法律 牵连和最近 针对他的性行为 不端指控中 马斯克在推特上宣布 为特斯拉成立一个 直接发起 和执行诉讼的 核心诉讼部门 从长远来看 马斯克决定成立诉讼部门 可能 对特斯拉有利 地产暴雪 股市操纵 证件会主席被撤 券商老总被抓 越南整刮起 金融监管风暴 关于精神航空公司的战斗 以及如何进行 这个Spring的 也都是在下降趋势 就下降通道嘛 所以现在股市看的面向特别不好 但是我们又能做什么呢 是吗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图吧 来看一下 大盘的图 我就愿意用这个 用这个来看一下 好嘞 我们看一下QQQ的 一个小时的 现在呢 就说周五的时候 走到低点 然后又拉上去 现在是一个小棒锤呢 小棒锤的这个下影线比较长 但是突破了前边的低点 所以说好像 因为在这一天的时候 我就知道在这儿长不了 这个上升的趋势长不了 你虽然一根下影线比较长的 但是在下一天就给它打下来了 而且这一根大阴线 这一根大阴线特别的难看 把两天上涨的全部包下来了 把这三天上涨的全部包进去了 全部吃掉 然后继续下跌 所以这股市看的面向不太好 看的面向不太好 股市恐怕还要再跌 就在这上去了吗 还要继续下来 因为这个高点上不去 就是这个面向特别不好 你这根大阴线的量 而且周五的这个量更大 这个拉的大阴线 还是因卖的多于买的 还是卖多于买 周五的时候 这个卖盘多于买盘的 这几根一二三四根 阴线这三个 所以现在市场上 就是不太妙 所以我们把阴线这个拉下来的 我就知道在这悬我 在这谁要没头顶 发差点热进来 我就知道这第二天 这一点涨上去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 轻易不能进场了 现在就得看 看明白了 到底怎么回事 这个我在三块零一 卖出去的 然后第二天又涨了 涨也好 干嘛也好 还得要看 这不又跌到 两块四毛四吗 我必须在这儿保存我的资金 本金对不对 所以这些天 它又涨上去了 回到我原来价位两块九 我也没动 然后跌到两块七毛 但是现在川普概念股呢 好像有点挺住了 就在这个标普啊 标普还有纳斯达克这些指数 都大跌的时候 这几个概念股 居然是还在挺着这儿 不动 这是什么情况 是什么个情况 这些这个媒体方面的 这个板块还是 还是不错 所以 还有几只股票 我也都在关注 这一只股票 是在还能涨还能跌 但是它有点向上 突破了这个高点 这只股票我也 这不是股票 ETF 我还想等它跌破 以41块钱 那么现在呢 这个继续 能不能再继续跌 不知道 然后这福特汽车 已经跌回了12块钱 OK 这个我就一直想看到 11块钱 12块钱 是否继续能跌破 因为它原来的价位就在这儿附近 9块钱 11块钱在这儿附近赚 那是三四年前的事 所以呢 特斯拉的话 我在一个别的博主 一个聊天时 他们一直要维护这个 特斯拉的股价 我说因为推特 我说特斯拉这个股价应该下跌 结果那个人还很不高兴 还怼我 在特斯拉 我觉得马斯克就是这样互相抵达 这钱呢 或怎么样 应该是吧 要不然他哪来的钱呢 你说 所以有些东西的话 还是要自己奔发 怎么想都行 因为这钱从哪里来 说是 说是 Elon Musk 有好多的这些公司 科技公司也好 干嘛 但是听说 这个特斯拉是最赚钱的 那么好吧 还希望大家继续关注 不要脑袋热就进去了 就说什么呢 现在谁都不知道 哪里是底 但现在真的股市太低 太便宜了 很多股票都太便宜了 哎呀 但是现在市场上说的还是这样 谁都不知道 好像还要跌 所以 谁都不是大神啊 今天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点赞订阅 转发评论 下次再见 我会不会有点赞订阅 我会不会有点赞订阅